大家好,我是可家妈妈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,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,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中国血脂管理指南最新发布了一份报告,指出我国青少年儿童,只致异常血症,发生率正持续上升。 这一现象原因主要在于膳食模式,不合理以及身体活动减少,同时还不良生活习惯,也起到了推波阻拦的作用。 据统计,我国儿童青少年子致异常血症的检测出高达20.3%至28.5%,这个数字让人感到震惊。 全年龄段,情况则更不容乐观。 2018年,全国调查结果显示,35.6%的成年人存在血脂异常的问题。 高血脂是指由于脂肪代谢异常,人体血清中一种或多种脂质的水平超过了正常范围,包括肿胆固醇,低密度脂蛋白醇和甘油三脂过高,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等各种血脂异常。 这些异常血脂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,动脉周样硬化等多种严重的疾病。 那么体内血脂高会带来五个危害,千万别忽视。 体内血脂高可能会带来多种危害。 以下五个需要注意的方面,第一就是视力下降。 高血脂可能会导致视网膜、血管阻塞,影响视力,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。 第二,大脑缺氧。 高血脂会使血液粘稠度增加,血流速度变慢,导致大脑缺氧,出现头晕、头痛、疲劳等症状。 第三,心脏疾病。 高血脂是冠心病、心肌梗塞等心脏疾病的危险因素,会加重心脏负担,影响心脏功能。 第四,肝脏疾病。 高血脂可导致脂肪肝、长期存在可能发展肝硬化、肝癌等疾病。 第五,动脉周样硬化。 高血脂是形成动脉周样硬化的重要因素。 动脉周样硬化,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血脂高不高,自己就能测出来。 方法也很简单,医学就会。 想要知道自己的血脂是否偏高,其实并不需要依赖于专业的医疗机构。 只需要掌握一些简单的方法,我们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测。 首先,观察自己的身体。 状况是最直观的方法之一。 如果您经常感觉到头晕、胸闷、乏力或者经常出现心脚痛等症状, 这很可能就是高血脂的表现。 此外,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检测方法来初步判断血脂水平。 例如,观察自己的皮肤和脸。 如果秋线、黄色、瘤或者脂质沉着,这可能意味着血脂偏高。 另外,要定基测量体重和腰围。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,因为肥胖和高腰围的人通常更容易出现血脂异常。 那么,血脂高的人是不是不可以吃葡萄呢? 血脂高的人是否可以吃葡萄这一个问题,首先要了解。 葡萄的成分,葡萄它是一种营养丰富的水果, 含有大量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。 然而,葡萄中也含有一定量的糖分和果糖。 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,摄入过多的糖分和果糖可能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。 过多的糖分摄入会导致血糖升高,长期如此的话,就可能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。 此外,过多的果糖摄入可能会增加肝脏中的脂肪合成,进而会导致血脂升高。 因此,对于血脂高的人来说,应当控制葡萄摄入的量,避免食用过量。 当然,这也并不意味着血脂高的人就完全不能够吃葡萄了。 适量的食用是有益健康的,因为葡萄中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。 但是在食用过程中需要注意控制摄入的量, 同时要保持饮食均衡,避免单一食物摄入过多。 医生提醒,若想降血脂,以下五种水果可以常吃,放心地吃。 第一种,三渣。若想降血脂,可以常吃三渣这种水果。 三渣富含黄酮内化合物和有机酸等成分,具有显著的降血脂作用。 黄酮内化合物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合成,降低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子蛋白胆固醇水平。 同时,三渣中的有机酸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,有利于食物,消化和吸收,有利于胆固醇的排泄。 第二种,猕猴桃。 猕猴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、维生素E、钾、铭等营养物质。 这些物质有助于降低血脂,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此外,猕猴桃还含有一种名为猕猴桃碱的物质。 这种物质能够加速人体,新陈代谢,促进脂肪的分解和代谢,从而达到降低血脂的效果。 为了更好地发挥猕猴桃降血脂的作用,我们可以将其与其他具有降血脂作用的食材搭配食用。 例如,将猕猴桃与绿茶一起泡水饮用,能够更好地发挥其降血脂的效果。 第三种,葡萄柚。 如果您正在为高血脂问题而烦恼,那么好消息来了。 葡萄柚这种水果或是你降血脂的得力助手。 葡萄柚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,如维生素C、叶酸、甲等。 这些物质都对降血脂有很好的帮助。 特别是其中的维生素C,它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,加速脂肪的分解和排出,从而达到降低血脂的效果。 此外,葡萄柚中的口感,清酸、酸口,可以作为日常水果的优先。 除了直接食用,还可以将它榨成果汁或者做成沙拉等食用。 无论是早餐还是下午茶,一杯葡萄柚汁都能给你带来清新的口感和健康的营养。 第四,苹果。 苹果中的果胶含量丰富,它是一种水溶性善食纤维,可以与胆汁酸结合,促进胆固醇的排泄,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含量。 同时,果胶还能够增加饱腹感,减少食物摄入,有助于控制体重,进一步的降低血脂水平。 同时,苹果中的纤维还能够抑制胆固醇的吸收,降低血液中低密度子蛋白,胆固醇水平,有助于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等疾病。 第五种,橙子。 橙子中的维生素C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,减少动脉硬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同时,橙子中的纤维还可以降低肠道对脂肪的吸收,从而减少血脂水平。 此外,橙子中的内环童还具有强烈的抗氧化作用,可以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攻击,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。 若想要保持健康的血脂水平,不妨将橙子纳入日常上市中。 为了更好地发挥橙子的降血脂作用,建议每天使用一至两个橙子。 好了,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制作视频不易,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地睡不着觉。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。 辛苦大家了,感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